那苦苓你說你有一次出國 在國外這個頭部受傷 是怎麼回事 這個這個事情 我現在想起來 是覺得有點離奇 我是參加一個旅行團到 就不知道講哪個島 不然免得影響邦交 結果晚上就團體大家喝酒什麼 然後我是 因為我那時候是客人 那我跟領隊睡一間 你那時候也是中年人 那我那時候還比較年輕 結果半夜我醒來 我躺在地板上 旅館房間的地板上 然後頭旁邊都是血 我就醒過來說 怎麼頭上 正面都是血 然後那個我還記得領隊 臉長長的一個像馬臉 這樣 他這樣子看著我 然後他看 我醒過來 他就跑去浴室拿了毛巾 把那血擦乾淨 他先處理血 他沒有先處理我 好像很怕留下最正樣 我把血都擦乾淨了 然後才說 才把我扶起來 然後用 他說你這傷口還好 他就用兩個ok棒幫我貼起來 因為我也看不到這個傷口 他貼起來之後就沒有再流血了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然後就說要吃晚飯了 那是下午 他說要去吃飯了 結果要去 沒有 那是晚上 那第二天起來要去吃早餐 我就一樣去吃早餐 結果在吃早餐的時候 我那個傷口就這樣蹦開 這樣 血就這樣噴出來 大家吃了 尖叫我 對 就整個噴出來 因為那傷口其實很深 然後這個我還不得已 趕快就跟旅館的人 把我送去那個醫院 那那個 我也不知道那個國家 只有那個醫院還是 還是怎麼樣 那個醫院 我躺在那邊真的是很害怕 因為那個不像我們一般的醫院 那個那個房子是用鐵盪打的 然後那個窗戶還是有鐵窗這樣 然後外面 我還記得那個 還有那個九重葛的花 陽光很燦爛 然後門都還沒關緊 然後還有一隻蜥蜴跑進來 然後我躺在那邊就來了兩個 一男一女 一黑一白 然後穿著那個白袍 然後可能白袍也這樣髒髒的 就是 就是有點像中國大陸看到的 那些賣東西的人穿著那種白袍 然後兩個就在那邊弄 我弄了半天 好像有跟我打麻藥 是打還是用擦 我不講 反正我感覺不到痛 但是就發現他用很大根的針在縫 我想說這麼大 那是鐵釘還是針 然後縫了之後 他們兩個後來就停住了 然後忽然有一個人說 然後Call the doctor Call the doctor 他說打電話給醫生 戲啊 這兩個都不是醫生 他們就要よろしく來找我 我건 怎麼了 他們兩個不是醫生 我就打電話給醫生 就打了半天 醫生也沒來 然後他們就用綽紙布 把我包起來 然後就包紮好 然後剛好那天 就要Ps 就坐飛機回台灣 一下飛機 我就趕快跑去診所 然後那診所醫生就幫我打開傷口 他說 你這自己疼的嗎 我說 我怎麼可能自己疼 我怎麼可能自己疼 醫生你為什麼講 他說 你這傷口很深 很長 只縫了一針 兩人縫了一針就不敢縫了 就跑掉 後來醫生幫我縫 縫了十三針 十三針他只縫一針 他說 你告訴我 他說你這個要是在飛機上 讓傷口裂開血噴出來的話 大概就沒有人可以救了 對 我說 你就 你就 那你是怎麼受傷的 就不知道 他現在還是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會倒在地上 而且會受傷 而且那個傷口還那麼大 對 我現在還是很懷疑 確定有沒有被打劫 我也不曉得 錢也沒有掉 對 如果說是射 你身體應該有受 氫犯嗎 現在想起來是 我有點痛 這個被打劫還嚴重 好 剛剛苦林講說 那可能是我們的邦交國 這小島嶼啦 其實我們很多邦交國 人口還不到兩萬人 兩萬喔 圖蛙爐就不到兩萬 對 所以你覺得那個醫院 會有多好 那不是醫院的嘛 那比瘦醫院還差的 不要 你看現在我們台灣的瘦醫院 都黑瘦黑瘦的 年輕小狗小貓都很厲害 對 對 那有一些小島嶼 以前還蠻蠻有錢的 後來就沒 就很窮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島嶼上的鳥屎 開發完了 賣光 你講那個膠塞 很普遍 那很好賣 很普遍 一種化學元素 對對對 好 那麼這個講到出國 高雄警理 說這個 有人這個台灣的富人 去坐郵輪 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們台灣基隆常常會有郵輪 到沃克拉瓦 或者是那個韓國去的那種郵輪船 那這個富人 他其實他也是一個常客 所謂的常客 人說北就是 可能在上面有VIP 因為他上面有卡士尼 也有賭賞 是 但是那個富人 他是當天是帶他的小孩 一起去度假就對了 但是在度假的時候 他連續三天 到第三天的時候 他的孩子發現說 媽媽上那個親生 拿那個那個浴巾 在那個浴室裡面親生的 那想百事不得其解 他出來旅遊怎麼會親生 沒有任何旅遊 那所以郵輪公司當時也調露影帶給警方 警方就看到他說 這個媽媽三天有幾乎兩天都在那個賭場裡面 可是看他在下的那個 爬的錢 就是幾十塊美金而已 幾十塊而已 不是說幾萬幾千這樣子 那也不可能有這個 為了幾百塊而親生 那據檢方 據那個郵輪講說 他是因為輸錢 然後心情不好 然後就把手上的手錶拿起來 給隔壁的那個起鵬大哥說 我這顆沒禮給我來賭 那我回去再翻本 隔壁的起鵬大哥說 不要 我幹嘛收你的手錶這樣 那再來警方再去調查一個 很詭異的事情 就是說因為你要親生在那個浴室 因為我坐過郵輪知道 那個浴室那個塑膠 那個是塑膠的 其實你一般就掉下來了 那個滾溫就沒那麼重 承受不了那麼重 所以也有另外一方說法就是說 是不是他進到房間之後 有人潛入進去 然後潛入進去被自殺 就是因為一臺郵輪上面 有可能好幾千個人 那因為郵輪早期 他和現在不一樣 因為以前的郵輪比較小臺 沒有監視器 沒有 賭場有啦 但是你外面的手道跟房間 沒有監視器的 所以就是這兩個 到現在警方還沒有完全 沒有破案 沒有破案 然後還有一點很奇怪的 每次有人 因為我以前在警察局的時候 像我鄰居 不是 就是我的轄區裡面的 那個住戶 就會來報案 我們兒子到現在都沒回來 就是坐郵輪 那坐郵輪回來 有政見但是出不了關 結果從郵輪上面去問 就說撲一下跳海 很多人都跳到海裡 跳海 對啊 他用郵的郵上岸嗎 不是 他輸到沒氣 你跳海 自殺 青森 青森 很多 還不是一件兩件 很多 所以他常常郵輪 他有一個那個底層 就是專門放行李箱的 那些行李箱都是沒有主人的 那個人 出人都跳海裡 這樣喔 對 難怪我現在 我這次去坐郵輪 以前郵輪那個玻璃板 大概床 陽台玻璃板 大概這麼高 差不多跟人 現在都高一倍 一倍 高一倍就看不到外面 都是透明的 但是你又爬不上去 不可以讓你跳 對啦 因為最近有發射到幾次的 那個所謂的那個 就是意外落 他們都說意外落海 其實後來後面都發射到 他們其實在落海前 都有很高的保險金 是被推的還是 受益人是誰 受益人的話 那就 當然是自己的家人 但是問題就在於 所以他是自己親生 然後要讓家人 有很多 所以剛剛像那個 口音大哥剛剛講那個 就是那個拉高 的確是現在目前 很多的新型郵輪 他會把那邊 是自己跳 還是說他輸很多錢 船那個船裡面的員工 你只要沒有留有遺書 沒有留有遺書的話 通常在郵輪的那個 還有包括我們的偵辦的 這種所謂的屬地骨 以屬地骨為主的話 他都會以所謂的 意外落海 對 那你是公海 那個也沒有什麼 所以已經進來了 如果你這個船是從 假如說基隆港出去的 這個人是 基隆 就我們通話民國的國民 出去的話 你在公海這樣子 落海你還是要回來 你回來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權上權 上去調查 所以你今天這個地方到日本 到日本那邊 所以日本進海的時候 那個時候那個人 跳到海裡面去 日本警方就會接手這個案子 好 等一下我來問老師 我可以活到幾歲 然後我去坐郵輪 老師你看他會多幾歲 不知道 我知道我忘了 到那一年我就去坐郵輪 OK 當老婆說留一點 新聞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